《封》 王之幻会感慨 这堪称是黄河远上 白云间 潇洒分泌 可在李乔看来 则就被定义成了 因为故事原理导致的自然现象 写出的诗歌 也就变成了长波接汉空 这样直接的陈述句了 而这位定义歌还酷爱写诗 不论看到什么 都愿用诗歌的形式来定义一下 其中的代表作 就是大名鼎鼎的风了 一个秋季的午后 李乔正跟朋友在竹林中 饮酒聊天 突然一阵风吹过 旁边的树叶随风缓缓飘落 看到此景 朋友便想要为难一下李乔 便问道 定义歌 要是用诗歌来描绘一下风 该怎么写呢 李乔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树叶 便冷静地说 风既能解落三秋叶 又能开二月花 解 解除的意思 三秋和二月 分别指代农历的九月和二月 也就是秋天和春天 在李乔看来 风的力量细腻而又伟大 秋天一到 它便轻柔地来了 把满树的秋叶都解除吹落 到了春天 它同样悄悄地来到 一阵微风让满地开出露颜六色的花 可话音刚落 一阵强劲的秋风就扑灭而来 竹子被吹得疯狂颤抖 连李乔的朋友也都被吹到了地上 李乔爬起身就赶紧补了两句 过江千止浪入竹万根侠 过江就是风经过江灭 入竹就是风吹进竹林 斜原本写成这样 右边的斗这种装粮食的器具 左边的鱼呢则是剩余 要想让粮食有所剩余 只要把容器倾斜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斜也就有了倾斜的意思 若是强踪过境 平静的江面也会顿时掀起千尺浪花 挺拔的竹竿 沙石也会被吹得摇摆倾斜 挺拔李乔的阐势 朋友是欣喜不已 和李乔做朋友真好 总能学到新知识 其实很多诗人的作品中 都有风的形象 比如孟浩然的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诗句中饱含着作者 对春天的珍惜之情 然而李乔在风中 却不谈一点情感 而是形象客观的 给风下了一个定义 在诗歌中 李乔就像是拿着一个照相机 将秋夜飘落的瞬间 春花逗艳的时刻 浪花滚滚向前的情景 与竹林摇摆倾斜的画面 拍成了一幅幅照片 一看到这些照片 便是瞬间领悟了风的温柔 与力量 形象客观的表述 加上诗歌的优言 正是李乔的过人之处啊 解落三秋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甘霞